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国文2 各位同学 大家好 在上一个讲词里 我们研读秦敬瑶之战这篇文章的课文内容 说过竹志武借着游说秦木工 将原本是敌人的秦军 转而变成保卫自己的友军 而让秦敬瑶之战而退 从而化解国家面临遭受魅亡的灾难 今天我们要继续研读这篇文章的课文内容 看看故事的发展到底情况如何 东 敬吾公主 庚臣将病亦驱卧 出将就有身如牛 补言使待腐败 曰 军命大事将有西施过一我 及之必大结焉 东 敬吾公主 东 在鲁西宫三十二年 西安前六百二十八年的冬天 靖文公主 靖文公过世的 庚臣将病亦驱卧 庚臣 庚臣那一天将病亦驱卧 病治是指停放灵救 驱卧是靖国国君的宗庙所在地 将病亦驱卧 将要把灵救停放到 靖国国君的宗庙所在地驱卧去 出将就有身如牛 出将当离开将城的时候就有身如牛 灵救中竟然发出如同牛叫的声音 补言使待腐败 曰 补言使待腐败 补官勾言 就让大夫们对着靖文公的灵救祭拜 并且补了一个卦 曰 看过卦象以后 他对大夫们说 君命大事将有西施过一我 君命大事 君王有重大事物要交代我们 将有西施过一我 意志解释为突然 将有西施过一我 君王说将来会有从西方前来的军队 突然通过我们的国界 及之必大劫焉 及之那时候我们一定要攻打他们 必大劫焉 而且一定会获得大胜利 其子自正始告以秦曰 正人使我掌旗得门之管 若前师以来国可得也 目公仿诸简俗 简俗曰 劳师以其言非所闻也 施劳历劫 缘主备之 无乃不可夫 施之所为 正必知之 情而无所 必有备心 且行千里 其谁不知 公辞焉 照孟明西起白语 使出是以东门之外 见如枯之 曰 孟子无见师之初 而不见其路也 公使未知曰 耳合之 终受耳目之目拱矣 其子自正始告以秦曰 正人使我掌旗北门之管 其子自正始告以秦曰 其子派人从郑国回来 告诉其目公说 正人使我掌旗北门之管 管制作所使解释 正人使我掌旗北门之管 现在郑国人 让我掌管他们北边城门的开关 若前师以来国可得也 若前师以来 前师是指暗中派遣军队 若前师以来 君王如国暗中派遣军队前来 国可得也 我们便可以里应外合 将整个政国拿下 穆公访诸简俗 简俗曰 穆公访诸简俗 于是秦穆公全去拜访 大夫简俗 希望这位老臣 能够支持偷袭正国的计划 简俗曰 没有想到简俗却说 劳师以习言 非所闻也 劳师以习言 劳动军队去偷袭隐方的国家 而能够获得成功的 非所闻也 这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 施劳历劫 远祖辈之 无奈不可夫 施劳历劫 因为走了那么遥远的路程 我们的兵士们一定会非常劳累 力气都用尽了 远祖辈之 而远方的地主国 却能够以义代劳 有充分的准备 无奈不可夫 乃至解释为正事 无奈不可夫 这不正事 不可以去做的傻事吗 失之所为正必之之 失之所为 我们军队的一切作为 正必之之 正国人一定会知道的 情而无所 必有背心 情而无所 情字解释为劳累 所自作道理解释 情而无所 如此一来 我们的兵士们虽然很劳累 却劳累得没有道理 必有背心 他们一定会产生不满 背叛的心理 且行千里 其谁不知 且行千里 而且 我们的兵士们要走千里眼的路程 行踪必定会被发现 一旦被发现的 其谁不知 有谁会不了解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吗 公子焉 照孟明 西起白衣 使出事以东门之外 公子焉 其木工听了以后 非常的失望 就向简淑告此敌去 照孟明 西起白衣 使出事以东门之外 另外 照及孟明市 西起树 白衣炳等三位降临 让他们调动军队 在东门外集合 准备事事后 向郑国出发 简淑哭之曰 孟子无见师之初 而不见其路也 简淑哭之曰 简淑却到东门外 对着孟明等人 放声大哭说 孟子孟先生啊 无见师之初 而不见其路也 今天我只看到 我们秦国的军队 由这个门出去 再也看不到 我们秦国的军队 从这个门进来了 公使魏之曰 耳和之 公使魏之曰 其木工知道 简淑到东门外 放声大哭的事情以后 当然很生气 就派人告诉简淑说 耳和之 你懂什么 忠授 耳目之木工矣 忠授 如果你在中年就过世的话 耳目之木工矣 你魂目上的树木 已经大到 可以由几个人来合报了 简淑之子御师 哭耳送之曰 近人御师 必遥遥 遥有恶灵烟 其南陵 下后高至木也 其北陵 文王至所避风已也 必死世间 于受耳骨烟 秦氏碎东 简淑之子御师 哭耳送之曰 简淑之子御师 御字解释为参加 简淑之子御师 简淑的儿子也参加这支 偷袭正国的部队成员 简淑就哭着为他的儿子送行说 靳人御师 必遥 遥有恶灵烟 靳人御师 必遥 靳国人一定会在遥山 抵抗我们的军队 遥有恶灵烟 宁治 作高地解释 遥有恶灵烟 因为遥山有两处高地 其南陵 下后高至牧野 其南陵 他南边的高地 下后高至牧野 有下朝天职 高的浮沐 这处古迹 其北陵 文王至所避风已也 其北陵 他北边的高地 文王至所避风已也 有一处 周文王当年躲避风雨的古迹 必死世间 于受鹅谷烟 秦师遂东 必死世间 你一定会暂时在这 两处高地之间的山谷中 于受鹅谷烟 我只有等着去收买你的海谷了 秦师遂东 于是群谷的军队 就往东边出发了 各位同学 刚刚我们说秦穆公前去拜访代夫锦淑 希望这位老臣能够支持他脱袭正果的计划 想不到这位老臣不但不加以支持 还到东门外对着秦国的军队放声大哭 说他们一出去就再也没有办法活着回来了 还对参加脱袭任务的儿子说 秦国人一定会在姚山这个地方和秦国的军队相互对抗 因为姚山有两处高地 秦国人必定会在这里设下埋伏 让秦国的军队进退不得 擦翅南辉 简熟的预言正确吗 我们说下去 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 左右免奏而下超胜则三百胜 黄孙满尚佑 官知言以王曰 秦师清而无礼必拜 清则寡摩无礼则托 怒险而托又不能摩能无拜乎 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 三十三年春 鲁西宫三十三年 西岩前六百二十七年的春天 秦师过周北门 秦国的军队经过周天子 北方的城门 左右免奏而下超胜则三百胜 左右免奏而下 左右原本是指乘车者的职位高低 在这里是指秦国的将士们 坐字是指头盔 左右免奏而下 为了表示对周天子的不屑 秦国的将士们 脱掉了头盔而下车 不让自己的衣着整齐超胜则三百胜 超胜是指采用跳跃的方式上车 超胜则三百胜 甚至还有很多士兵采用跳跃的方式上车 故意要发出很大的声响来惊吓周天子 黄孙满上右官之 言以王爷 黄孙满上右 当时黄孙姬满 年纪还很小 官之 看到这一幕景象以后 言以王爷 就告诉周天子说 秦师亲耳无礼必败 秦师亲耳无礼 这个亲字是指行为亲胡 秦师亲耳无礼 秦国的兵士行为亲胡 又没有礼节必败 一定会打败仗的 轻则寡摩 无礼则托 轻则寡摩 人如果行为亲胡 就会缺乏自磨 无礼则托 托字解释为初心大意 无礼则托 人如果不守离法 做事就会初心大意 怒险而托 又不能磨 能无败乎 怒险而托 进入危险的环境 却初心大意 又不能磨 又缺乏自磨 能无败乎 怎么可能不打败仗呢 即华正商人玄高 将士宜州 遇之 以圣伟先 牛十二靠师 曰 寡君吻吾子 将布施出于避易 敢靠仲则 布田避易 为仲则之焉 居则据一日之志 行者被遗戏之位 却使据告一阵 则素在 立兵莫麻疑 即华 正商人玄高 将士宜州 遇之 即华 当秦国的军队 抵达华国的时候 正商人玄高 将士宜州 四字解释为 做买卖 正商人玄高 将士宜州 正国的商人玄高 正要到周天子的城市 去做买卖 遇之 遇到了秦国的军队 以圣伟先 牛十二靠师 约以圣伟先 牛十二靠师 圣字是指东西事件 靠字是慰绕军队 以圣伟先 牛十二靠师 他明白 这支军队来者不散 就先送上四张的手皮 再送上十二头牛 去靠绕秦国的士兵们 约他对孟明本人说 寡君吻无子将不思出于避易 敢靠重则 寡君吻无子将不思出于避易 不思就是行军 出字解释为进入 寡君吻无子将不思出于避易 我们军王 听说先生 你们即将行军 进入我们的国家 敢靠重则 所以胆敢派遣我来 靠劳您的士兵们 不舔避易 为众者之焉 不舔避易 这个舔字呢 做丰厚解释 不舔避易 尽管我们国家的财力 并不丰厚 为众者之焉 焉字解释为停留 为众者之焉 我们也会为你们 兵士的停留着想 居者聚一日之志 行者被一夕之位 居者聚一日之志 这个居字呢 解释为停留 自制是指提供人马食用的 草料 薪材和米菜 居者聚一日之志 如果你们要停留一天 我们会为你们准备 一天的米菜 薪材和草料 行者被一夕之位 被制作单任解释 行者被一夕之位 如果你们明天就要离开 我们也会为你们 担任一个晚上的守卫 决士聚告一阵 则述在立兵墨玛宜 决士聚告一阵 这个句字呢 解释为很快的 决士聚告一阵 而且很快地派人 去向正幕公通报信息 正幕公得到消息以后 派人前去查看 其子等人所居住的宾馆 则述在立兵墨玛宜 数字解释为细绑 载字是指车辆 立字为动词 意思是磨得很锐利 兵字解释为武器 墨字是用古术喂饱马匹 则述在立兵墨玛宜 发现他们果然已经 挡好了车辆 把武器磨得很锐利 喂饱马匹了 使黄武子持焉 曰武子焉酒于碧 为四虎之细间结宜 为武子之将行也 正之有缘谱 有秦之有俱幼也 武子取其弥鹿 以嫌弼异若合 其子奔旗 逢孙阳孙奔宋 孟明曰 正有备宜 不可济也 公之不克 为之不济 无其凡也 昧华而凡 使黄武子持焉曰 使黄武子持焉 正幕公就派遣 代夫黄武子 却向其子等人辞行 曰说 武子焉酒于碧 为四虎之细间结宜 武子焉酒于碧 先生 你们在我们国家 已经停留很久了 为四虎之细间结宜 虎字是指干肉 资字是指粮骨 细字是以宰杀的牲畜 千字是牛羊猪等牲畜 为四虎之细间结宜 我们国家的干肉 粮骨 以宰山的牲畜 和牛羊猪等牲畜 都被你们吃光了 为五子之江心也 正之有原谱 有秦之有俱幼也 为五子之江心也 现在因为你们即将离开 我们已经来不及 提供食物给你们 正之有原谱 不过我们郑国 有一处名叫原谱的地方 有秦之有俱幼也 就像你们秦国的俱幼 都一样是续养秦寿的地方 五子取其弥鹿 以贤弼异 若何 五子取其弥鹿 你们自己去内取弥鹿 来当作礼图上的食物 以贤弼异 好让我们郑国人 能够清闲一些 若何 你们觉得如何呢 其子奔旗 逢孙阳孙奔送 其子奔旗 其子听了 黄屋子的说话内容以后 知道事迹已经败落了 就赶紧逃到旗国去 逢孙阳孙奔送 逢孙阳孙也赶紧逃到送国去 孟明曰 郑有备宜 不可济也 孟明曰 孟明得到这项信息以后 说 郑有备宜 郑国人已经有所防备了 不可济也 我们已经不可能 寄望会偷袭成功了 公之不克 为之不济 无其还也 美华而还 公之不克 如果我们还是要强行攻打 是绝对攻打不下来的 为之不济 就算要采取包围的策略 我们的后勤不及 也没有办法远远不断地到来 无其还也 所以我们还是回去吧 灭华而还 于是在灭了华国以后 就率领军队回国去了 各位同学 刚才我们说 郑国的商人玄高 发现秦国的军队 已经前来偷袭自己的国家 他集中身智 一方面 假冒是郑国派遣的特使 带着四张手皮 十二头牛当礼物 去靠到秦国的士兵 让孟明等人误以为 行踪已经曝光 前进的步伐 自然就缓慢下来 另一方面 他也派人赶快去通报正幕工 让正幕工能有充分的时间 去查证消息的真假 去思考应变的做法 从而化解了国家的危机 那么当孟明等人 自以为打了肾脏 正兴高采烈地 班师返回秦国时 他们真的能够平安回国 静国人会任由他们来去治儒 完全没有动作吗 当然不会 既然静国人会有所动作 那么他们的动作又是什么呢 我们看下去 静远整曰 秦为简熟 而以贪秦民 天奉我也 奉不可施 敌不可重 重敌幻生 为天不祥 必发秦师 蓝之曰 未报秦师 而发其师 其为是君乎 先整曰 秦不哀无伤 而花无同性 秦者无离 何事之为 无闻之 一日重敌 数事之范也 谋己子孙 可谓使君乎 遂花命 巨星将农 子莫吹蝶 梁红玉龙 来居为佑 下四叶兴世 拜秦师遗遥 或百里孟明世 西起树 白衣饼以归 遂莫以藏文功 敬于世实莫 敬元整曰 秦为简熟 而以贪秦民 天奉我也 敬元整曰 晋国的大夫 袁整说 秦为简熟 而以贪秦民 秦穆公 违背了简熟的劝告 只因为个人的贪念 就劳动秦国的百姓 去偷袭正国 天奉我也 这是上天奉送给我们 打败秦国军队的大好机会 奉不可施 敌不可重 奉不可施 既然是上天奉送的良机 就不可以轻易地放尸 敌不可重 敌人来了 也不可以轻易放他们离开 重敌放生 唯天不详 必发情诗 重敌放生 如因一时大义 而放走了敌人 灾难就会发生 唯天不详 违背上天的旨意 也是不吉利的 必发情诗 所以我们一定要攻打 秦国的军队 兰之曰 未报秦师 而花其师 其为使君乎 兰之曰 敬古的另一位大夫 兰之说 未报秦师 而花其师 我们还没有报答 秦目公 对我们敬文公的恩惠 就想要攻打他的军队 其为使君乎 其字解释为 哪里是 其为使君乎 这哪里是我们 敬文公的心意呢 先者曰 秦不哀无伤 而花无同性 先者曰 先者也就是原整 回答说 秦不哀无伤 我们敬文公过世的时候 秦目公不但没有派人 前来表示哀悼的意思 而花无同性 现在还攻打我们的同性国家 华国 秦者无礼 何时之为 秦者无礼 秦目公根本是一个粗暴无礼的人 何时之为 他哪曾有过失惠于人的想法呢 无闻之 一日重敌 数世之犯也 无闻之 我曾经听人说过 一日重敌 如因一时大义 而放走了敌人 数世之犯也 就会给自己带来好几代的灾祸 摩吉子孙可谓使君乎 摩吉子孙今天最能够替我们后代子孙着想的 可谓使君乎 可以说就是我们那一位死去的国君 敬文公吧 他在两年前就已经告诉我们说 吉之必大结焉了 遂花命巨星将农 遂花命 乱之没话可说了 巨星将农 于是晋香公就发布命令 很快地调动将帝的军队 指墨吹蝶梁红玉龙来具为右 指墨吹蝶 这个墨字呢 是指黑色 吹蝶是珊瑚 为麻布的衣服 麻子的腰带 指墨吹蝶 晋香公就穿着 染成黑色的麻布珊瑚 和麻子的腰带 以讨个吉利 梁红玉龙 并派遣梁红统帅军队 来居为右 右字本来的意思是帮助 在这里要解释为助手 来居为右 由来居担任助手 下四月新世 拜秦师以遥 或百里闷明寺 西几树 百里丙以归 下四月新世 在夏天四月新世那一天 拜秦师以遥 在遥山打败了秦国的军队 或百里闷明寺 西几树 白衣饼以归 逮捕到百里闷明寺 西几树 白衣饼而回国 岁末以藏文公 近于是始末 岁末以藏文公 于是晋香公就穿着 染黑的珊瑚 埋葬了晋文公 近于是始末 实字解释为财或旧 近于是始末 从此以后 晋国人民在父母过世的时候 才将珊瑚的颜色 改换为黑色 吴银请三帅 曰彼时过无恶君 寡君若得时之 不厌君和路讨厌 史归旧路一情 移成寡君之志若何 恭许之 先诚朝问秦求 恭曰呼人请之 无舍之疑 先诚怒曰 吴乎立尔居租园 护人战尔免诸国 跺君使儿长寇琢 王吴日宜 不顾额头 文银请三帅 曰文银请三帅 文银是秦穆公的女儿 晋文公的妻子 也是晋国现任的君王 晋香公的生母 文银请三帅 文银请求他的儿子晋香公 释放孟明等三位 晋国的将领 曰 他说彼时购无恶君 寡君落得时之 彼时购无恶君 他们三个人实在是造成我们 勤进两国君王 结怨的罪人 寡君落得时之 寡君就是指 我们的国君 齐木公 如果能够抓到他们 即使把他们杀来生吃 不厌 君和入桃渊 不厌 他也不会感到满足呢 君和入桃渊 既然我们君王是这样的痛恨他们 君王 你又何必屈辱自己来讨伐他们呢 使归旧路以秦 以臣寡君之治落合 公许之 使归旧路以秦 不如示望他们回去群国 接受杀戮 以臣寡君之治 诚治做实现解释 以臣寡君之治 让我们君王能够实现他的心愿 落合 您觉得如何呢 公许之 敬相公答应了他的请求 先证朝 问请求 先证朝 第二天 先证上朝 问请求 问到要如何处置 孟明等三位 请国求换的时候 公曰 夫人请之 无捨之疑 公曰 敬相公回答说 夫人请之 由以 夫人文营的请求 无捨之疑 我已经释放他们 回去了 先证怒 曰 先证怒 先证听了很生气 曰 他说 五乎立而居租园 夫人战而免租国 五乎立而居租园 这个居字解释为 逮捕 五乎立而居租园 我们的将士们 费了很大的力气 才在高原上 逮捕了他们 夫人战而免租国 这个国字 做成立解释 夫人战而免租国 没有想到 你竟然由于 夫人义死的田言蜜语 就在城里面 将他们给释放了 舵君时 而掌寇愁 王吴日夷 不顾而透 舵君时而掌寇愁 舵字解释为 舵君时是指 军事人员和装备 舵君时而掌扩愁 你这种做法 是突然 毁损了我们的 军事人员和装备 是助长贼寇 仇底的气焰 王吴日夷 吴日夷的意思是 没多久 也就是很快 王吴日夷 国家被你这样 胡搞下去 很快就要 面临死命亡了 不顾而透 就吐了口水 头也不回地走了 仙人这样的表现 是非常没有礼貌的 就像唐朝的味噌 对待唐太宗一样 也是很没有礼貌的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 大家好 我是陈黄凤 二月三号期 新著名学成语 要大家认识 常用的成语 记得周一到周五 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 以及下午六点半到七点 请锁定华士教育文化成长 第理由 记得周一一 昨天 summer 进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